未來要採購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政府在蘇院長 他上個月的時候已經有提醒 在美國不管你是要採購美國的疫苗 或是歐洲的疫苗 現在我們的CDC的指揮中心 其實已經都有在洽談當中 也非常謝謝郭台銘董事長 奔波在歐洲還有很多世界各國的政要 來幫台灣爭取最大量的疫苗 但是目前我們的重點是在於 不管你是AZ的疫苗 或是Moderna的疫苗 或是BNT 甚至國產的高端疫苗 怎麼樣能夠確保它陸陸續續 可以接續不同的不停的 讓我們國人可以施打 未來要採購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政府在蘇院長 他上個月的時候已經有提醒 在美國不管你是要採購美國的疫苗 或是歐洲的疫苗 現在我們的CDC的指揮中心 其實已經都有在洽談當中 但是最重要的是每一個國際疫苗 他們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安全有效 而且及時送到我們台灣人 讓台灣可以接種這個疫苗 才是最重要 現在我們的CDC還有我們國人 包括我們的府院黨的一起在努力的目標 那郭董事長這樣的提醒的我們會特別注意 也希望說好的疫苗能夠應付未來的這個國際疫情上面一直的變化 能夠保障國人的健康跟安全 每個疫苗的作用事實上也不斷地在做動態的一個更新跟檢討 那也因此我相信我們的指揮中心也會根據這些新的情況 做必要的疫苗的採購的一個戰略跟計劃 那事實上我們已經在之前公佈了 對於明年我們有2000萬劑的莫德納 然後後年會有1500萬劑的莫德納 所以已經做了必要的部署3500萬劑 那至於是否追加BNT或者AZ 甚至其他國產疫苗等等 我相信指揮中心會隨著整個疫情的變化 變種病毒的變化 還有整個台灣預算的一個進展 做必要的一個超前的部署 幫旁邊賺台灣人 請準備資料 請進去 請進 請進 聽聽聽聽聽聽聽看 非常難聞 請進 再次重複 請進 不用 請進